黃子焦昨日突然發文 抗議天下雜誌沒有告知 就大幅刪減他寫的文章 今日天下雜誌緊急道歉 而焦哥稍早主持 李星傑的演唱會記者會 結束後也向媒體透露了 我該講的都講完了 我覺得在臉書上 該講的都講完了 謝謝 他要寫你 沒有關係 就是這樣啦 我覺得反正我捐款也捐完了 對我來講這個事已經落幕了 落幕 我該做的 該請職的 該訓盤的結束 我們往前走吧 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 玉米不要在半夜四點起床 好嗎 從四點晚到六點 我現在超級超級困 對方總編說要瘋瘋瘋 有話有勾 他們有希望見個面 但因為我今天行程到晚上八點 所以應該沒有辦法 但謝謝他們的聯繫 我想大家都有在 在面對這個小狀況 最主要是希望這個小狀況 可以帶來一些大改變 我不是唯一碰到這種 想事情的人 勞駕大家的事情很小 所以教哥讓你最生氣的部分是哪個 其實就是一個通知的動作啦 因為我其實 我其實非常熱愛寫東西 然後這幾年再累 我都在刀鐵上 我在行進間 我甚至用錄音 我不斷地想要推敲出每一字每一句 當然我不是大文豪 可是字字句句都是我的視野 我的心情 那改是沒有問題的 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麻煩通知這些 我們可以協調 或者是你直接告訴我說 你寫太多了 可不可以六百字就好 我也有遇過這種專欄了 他就告訴我說 你就寫六百字 我就會這樣自己在那邊刪刪剪剪 有啦也遇過這種啦 所以這次是比較奇葩一點啦 沒想到是第一次這樣 當然不可能一次我就會有這個反應的 那個當然是四年來陸陸續續發生的啦 他們其實自己也有寫嘛 他們是查到說 從去年十月開始 就少了告知的東西 那我覺得時間點不是重點 就算只是改五個字 我們都應該要 因為專人作家跟in-house的作者比較不一樣 專人作家提供的是他自己的人生觀 價值觀 那專人作家的被邀請來 應該就是可以把自己的理念分享出去 但是平台有他的需求 我通通都理解 我自己做過雜誌 其實就是同資啦 大家互相配合一下 謝謝大家 所以之後 豆腐哥已經出來關切了 慢慢來合作這樣 我就已經請辭啦 對啊 我就已經請辭了 謝謝 然後寶費大概是多少啊 寶費 六位數 二十期大概是六位數 二十期六位數 對對對 我們支持那個抗癌的 好啦好啦 謝謝 哎呀 搞不好 好像什麼社會安線一樣 哎呀 謝謝